第九十九章,敢不敢,还说什么要让我们后悔,真的是可笑,那家伙说不定现在已经被哪位高手给灭了,也说不定谁让他那么跳,还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呢,结果雷音山一出手,直接就捉住了一只大妖,那大妖应该比楚河厉害吧,毕竟是九命猫妖,听起来也威风多了。 内部消息,我有个亲戚是修仙的,他们说,这九命猫妖可以说是这一次妖魔出世里面最厉害的妖魔之一了,楚河算得了什么?见到这九命猫妖也只有逃走的份,但是雷音山竟然直接捉住了九命猫妖,现在你们知道这之间的差距了吧? 还想让我们后悔?这楚河真的是做梦吃狗屎,怕不是他现在最后悔吧? 反正我从一开始也没后悔过,毕竟我住的地方,跟妖魔爆发的地方距离太远太远,现在这些仙人那么强,不等妖魔来打我这边,都要被这些仙人给全部收拾了。 我现在甚至有些兴奋,我觉得以我的资质,肯定可以被修仙门派选中,当作传人,从此之后也修行宪法。 一条条地看下来,越看楚河越觉得没什么营养,都是不着边际的讹曼吗? 当然,也有一些人表示自己后悔,觉得这也不是楚河一个人的错,明明当初楚河什么都没做,是其他人把阵法破坏了,才导致妖魔出现。 而且,中间楚河还阻止了很多次,都是阻止不听,那些人继续开挖,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。 但是这样理性的声音,在这样狂热的环境之下,无非是把自己当作靶子,立刻就引来了无数人的网络暴力。 甚至还有人表示已经查到了这人的位置,要去现实生活中看看这个给楚河辩解的人到底什么模样。 最终,那个人被迫道歉,表示楚河该死,人类无措。 楚河一条条看着,只觉得好笑,说实话就要被暴力。 到了现在这个时刻,他们还不反思,不后悔。 从始至终就把所有得罪恶全部堆到了楚河的身上。 楚河只觉得他们已经没救了,但也知道,现在他们之所以那么嚣张,不单单是因为这实在网络上。 更重要的是,他们觉得自己有人撑妖了,觉得人族马上就要大胜了,觉得妖魔很快就要被封印了,觉得楚河很快就要死了。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,楚河比谁都清楚。 只是不知道,当你们见识到我真正的实力之后,又会是什么样的嘴脸? 当你们在雷音山看到我的娃时候,又会是怎样? 当你们的希望全部破灭之后,你们是否还会后悔? 当你们知道雷音山根本保护不了你们的时候,或许你们会想到些什么? 楚河当即发下一篇帖子。 内容很简单。 小猫若是被动一根毫毛,雷音山上下所有人全部都要被陪葬。 这个帖子刚开始还没多少人浏览,直到楚河拍下了自己身上的玉牌, 也是镇腰观光主和盗门盟主的身份的象征的玉牌上传到了帖子下面。 整个帖子直接爆炸。 一瞬间大量的流量的引入,直接让这个软件瘫痪。 过了好一会,才能继续刷新查看。 而在这个帖子的下面已经多了无数的留言。 你这一条丧家之犬,还敢说这种话? 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? 叫得那么亲切,这小猫跟你有一腿。 我顶雷音山。 支持雷音山当众把那救命猫妖消首示众。 不,是大谢八块。 最好是把这楚河一起抓来,一起砍头。 开始只是网民的狂欢,而到了最后,那些高层也都注意到了这个帖子。 这些人不像是那些普通网民一样狂热,但也是对楚河有些不屑。 他们只是觉得的自己没有出手罢了,若是自己出手的话,楚河必死无疑。 至于这些,楚河现在还不知道,也不想知道。 他只知道,自己的这话肯定会有些作用。 不管是网络上那些人骂得再凶,都无所谓,重要的是,要让雷音山的人看到。 普通人不知道楚河一句话的分量,而雷音山应该知道。 他们无论如何,都不敢读,不敢读楚河那一句让雷音山上下鸡犬不留的话。 而此时此刻,雷音山的方丈禅院里面。 法空方丈正在听着下面人的汇报。 你说,楚河说要让我们雷音山上下鸡犬不留? 法空仍然是一副古井步波的面容。 不错,方丈,此人实在是过于嚣张。 要我说,我们就该现在就开通直播,现在距离斩妖大会开始的时间还有三日,我们每日都在暗九命猫腰身上取下一些东西,以此来表达我们雷音山的立场。 戒律堂堂主法明继续道,如此一来,天下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雷音山乃是刚正不阿之辈,信徒也会变得更多。 哦,法空淡淡地直说了一个字。 法明有些着急了,方丈,难道莫非是要怕了他处合不成? 法空方丈盯着法明。 法明顿时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,方丈,是我失态了。 法空念了一句阿弥陀佛,我们的目的是什么? 是,是封印妖魔,匡扶人间。 法空微微一笑,那是对外人说的,难道你相信了? 法明摇头,那是。 法空道,封印妖魔,怎么可能只让我们佛门来做? 这中间多少的危险你知道吗? 怎么能让他们到门坐享其成? 我们要做的是先占据高点,先提出要封印妖魔,先占住大义的名头,这样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是赢家。 法空又继续说道,至于你说的那楚河的威胁,呵呵,不提也罢,他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了,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召开斩妖大会,现在看来这九命猫妖似乎是对楚河很重要,既然如此。 既然如此,那不如先杀掉九命猫妖,法空摇摇头,鱼目脑袋。 既然如此,当然是在楚河出现之前,先不动这九命猫妖,只要九命猫妖在我们的手里,就相当于拿住了楚河的把柄,懂吗? 法明眼前一亮,方丈说的是,法空又道,即便是要杀死九命猫妖,也应该是先杀死楚河,把楚河杀死了,他的威胁自然也就没用了,九命猫妖也就没有什么用了。 法空静静地看向窗外,斩妖大会,楚河估计肯定会来,到那个时候再看,若是能够杀死楚河,那就一并杀死九命猫呀,若是杀不死楚河被他逃了的,那就,那就再说吧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